歡迎收看股市戰國策 我是吳廉光 我相信各位看到我的策標寫貓膩這兩個字 現在可能就在想 廉光老師你到底又看到了什麼 今天要跟我們說什麼 那今天我们的台股呢 一直在高档做震荡的动作 那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最大的原因不是 不是什么其他个股功劳 不是只有台积电的功劳而已 怎么说呢 因为台积电用两个价位 去控管了今天的盘式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各位现在看到的大盘呢 今天盘中最高来到了317 然后一直就是在做个高档 一个震荡的一个动作 那高档震荡动作呢各位 小不小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走法呢 我们看2330 台积电呢用两个价位 一个价位叫999 一个价位叫1000元整 就用这两个价位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护盘我们的台股 那当然呢 他也要护住他的1000元 对不对 因为众望所归嘛 得来不易 所以说在台积电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1000元哦 我指的不是1000元哦 而是813元 那813元有什么重要呢 813元 股价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他的位阶 了解吗 重要在他的位阶 我们看一下他的813元的位阶在哪里 各位 这个是他813元的位阶 813元的位阶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 好 这个才是我们的操作 这才是我们的操作 各位 今天假设 你是做多的 你希望你买的这档 个股的股价的位阶在哪里 是报章媒体杂志讲的 还是亲朋好友讲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许报章媒体杂志讲的 他的位阶是高高在上哦 结果你去追 就好像9月16号的2888新光经的 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9月16号之前 9月14号 9月15号 你一直去听报章媒体杂志 或者是其他名嘴介绍的 各位 我相信你心里一定不愉快 因为他的位阶是不对的 对不对 我们看这里 他的位阶是不对的 这个是9月16号的新光经的 位阶在这里哦 但是前几天 他这个地方突破新高 这个地方大红K 各位 这个这样子把拱上去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拉回 做了一个 未来不错 抢亲 百万新娘 千万新娘 但是位阶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9月16号买进去 我相信他这样子被拉回来 你一定是不愉快的 那为什么我说 813这个地方的台积电 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操作的提示 应该也不能说什么 我想以提示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形容词了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做多的时候 它的位阶是低的 成本是低的 对不对 但是重要的是 假如你是买在高点那怎么办 各位 那个高点的地方 那个压力区的地方 那个叫做适当放空 适合放空 了解吗 就算你只做多 没有放空的习惯 但是你心中你的操作思考模式 还是要有多空 这两个方向 你不能只有单一方向 就好像你出外到马路上 你不能眼中只有绿灯 没有红灯 对不对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所以好各位 台积电的八百一日三日的位阶 来到了这个地方 看得到的一个落底的底部 然后随即这样的上来 好 然后虽然日子经过了很久 从8月5号到今天9月25号 日子经过了很久 但是最终还是站上了什么 站上了季线 各位现在看到这条黄色的线 是季线 然后它站上的季线 比我们的台股价权还要领先 我们看台股价权 好 各位 价权是到今天9月25号 才正式站上了季线 站上了季线 这个不算 这个叫触碰 了解吗 这个叫触碰 好 那为什么我的测标写毛利 我不一定想的是对的 但是我愿意把我看到的 跟各位分享 或许各位你们没有看到 你们没有想到 如果今天台股 今天台股会长 最大的功劳 233年台积电 一定有关系 对不对 一定有关系 那既然台积电 它一定有关系的时候 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的话 每一股对于我们的台积电 谁有最大的关系 ADR算不算 算 废程半导体算不算 更算 更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头头就是废程半导体 因为台积电就是半导体 所以头头就是废程半导体 但是废程半导体 它有突破季线吗 各位 没有哦 我们看这里 我今天只是要把我看到的 跟各位做分享而已 各位现在看到的 废程半导体 而且昨天呢 昨天的盘式 各位 你知道昨天期货业盘 收盘 涨多少吗 300多点 所以今天的那个台积期 在8点45分开盘的时候 一样也是超过300点 但是昨天的美股呢 各位 昨天的美股 道琼涨多少 道琼是这样子的走势 它不是这样子 一路拉上去的走势 所以道琼涨的并不多 那那个纳斯达克呢 也是一样 纳斯达克还有这样子 一路下来 还有看到黑的 然后就一路上去 好 各位 它长得也不多 然后废程半导体呢 也是一样 它长得也不多 各位 昨天只有谁涨最多 昨天的美股只有台积电的ADR 涨最多 盘中趋近于涨了5% 收盘也收了4.2%多 也涨了4.2%多 但是各位 但是如果说 按照以前 按照以前的逻辑 按照以前的惯例 如果台积电的ADR 可以涨超过4%以上 废程半导体 废程半导体收盘 几乎都有超过 百分之6% 几乎都有超过百分之6% 但是昨天呢 没有哦 只有1.3左右而已哦 了解吗 所以说 昨天的费程半导体的涨跌幅 它是低于台积电ADR的涨跌幅 那个涨幅很多的哦 但是我们今天的台股 我们今天的那个期货 却可以延续昨天的期货夜盘的指数一路上来 那这导致于今天我们的加权呢 就突破了 突破了季线 所以各位 今天加权突破的季线 当然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做多的 这个季线 好 各位 我做多的 我续报 我放空的 我昨天就把它回补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9月10号 9月10号哦 请164元买进4968的涨跡 4968 9月10号 164元 各位 9月10号 有立基的股价在这里哦 立基的股价在这里哦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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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买吗 你愿意买吗 你知道会涨吗 对不对 这几个问题都要取得到答案 而不是 而不是 对不对 当你取得到答案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我今天这样子去看 怎么看呢 好 各位 从这个地方的高点 一路被拉回来 一路被拉回来 好 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8月5号 杀到了最低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9月10号呢 还比它低哦 我怎么敢买得下去 那这个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台积电今天看到了1000元 但是看到1000元是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 8月5号的813的那个位阶 你看到了没有 这个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各位 8月9号我在节目上 一直跟大家讲 你们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说 台积电的半年线 还有费程半导体 年线自宣的关系 它会怎么带动 我们的台股 我是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 把我这些话给听进去而已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麻烦8月9号的节目 你再重新看一遍 真的 好 各位 这个是9月10号的立基 4968 4968 164元收盘161 各位最高170 当天我赔3块 但是有一个后盾支撑着我 什么后盾 它在足底 如果你看不出来 我也不解释那么多了 好 各位 隔天呢 隔天 最低161 收盘我小赚 收盘我小赚 然后呢 一路上来 请问 你买得到吗 你看他一路上来 心里只有想说 雷光老师在节目上介绍 这档各国我也很喜欢 那他拉回的时候 我再去买 9月16号 9月16号 我在节目上告诉你 我把它卖掉 对不对 他有没有拉回 当然有拉回 不然我卖掉他干嘛 不然我卖掉他干嘛 这个是9月16号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有没有被拉回 有被拉回啊 这里 这个地方 碰到了十日线上去啊 那你知道 每一条均线管理的操作策略吗 还是等着听别人介绍 如果是等着听别人介绍的话 这个股价都已经不晓得涨到哪里去了 所以呢 各位 我是真的是在底部带大家进场的哦 带着我的会员进场哦 这个不是高点哦 这个是底部哦 这个就相当于 2330台积电8月5号 813跌停板那天的位节 9月16号 9月16号 请挂797放空6223旺系 我们看这里 9月16号 好 好 各位 旺系从这个高点被拉回 然后再反弹上去 再反弹上去 对不对 那在9月16号的话 最高是814哦 最高是814 那我797 797带着会员去做放空的动作 去做放空的动作 好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是9月16号 797元放空6223旺系 9月18号 9月18号 请挂765 获利回补6223旺系 但是那天我没有补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1点28分 1点28分 写这个讯息的 那1点半的时候 撮合价出来是767 所以我765是没有的 那我会不会紧张 不会 我如果会紧张 我就试价就可以了啊 对不对 我就试价就可以了 所以那天蒋老师说 我有一点点想说 先留着好了 好 后来呢挂765 9月18号挂765 好 各位 这个是9月18号 这个9月18号 收盘是767 但是有没有765 有哦 有765哦 所以那天我心里就在想说 如果真的765 765获利回补的话就算了 就算了 那结果呢 结果1点半是767 我想说OK 再加空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心里我就跟OS说 再加空就好了 所以那天我也跟会员讲说 到时候再加空就好了 那我如果有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是不是代表它会涨 对不对 不然我干嘛回补 各位 它有没有从9月18号再涨上去 再涨到9月20号的838 有哦 但是我会紧张 我们看这里 我们镜头近一点 9月23号 9月23号 6223旺系虽然高档震荡 但我判断它趋势向下 空单续报等我消息 比我厉害的人应该是有啦 但是到目前我是没有看到啦 我是没有看到 讲真的 我真的没有看到 好 各位 23号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那一样 一样 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空的动作 一样 就下来就好了 下来就好了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它有没有涨 有哦 今天它有涨哦 今天它有涨哦 对不对 到目前还是涨的哦 那你会不会想说 雷光老师 你是不是被嘎到了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昨天的 9月24号 9月24号 请挂760元获利回补 6223旺系 所以说 如果说你不晓得 这个 这档个股 基本面 跟技术分析 我当然会去参考 但是那个绝对不是 我带会员进出 的一个决定 绝对不是 我有我的 我有我的专业 我有我的实力 所以呢 在一个时期里面 不管是多头 不管是空方 我都是获利的 现金广告 陈鲁铺 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 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马 现在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代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所以各位 在节目里面 在节目里面 我只要有讲得出来的股票 都是我的会员的 都是我会员的 不是我会员的股票 我不会在节目上讲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今天录这个节目 绝大的目的 都是在跟我的会员说话 因为平常很忙 也不可能电话聊那么久 所以不会 但是我还是会把 每天的讯息 重点跟我的会员说 然后我不会去安慰 我不会去安慰 就像前几天 带着会员做营建股 结果919 9月19号的晚上 突然宣告 第七波的打房 然后9月20号实施 所以说原本就是一个趋势向上的 却因为这样的一个力多 我也不硬碰硬 先开盘的时候告诉我的会员 昨天有打房的讯息 会卖掉手上的股票 等我消息 然后这个讯息发出去之后不到30秒45秒 第二通就是做一个出场的动作了 所以该出场就出场 该出场就出场 那今天4968各位 立即是涨停的哦 立即是涨停的哦 那之前我跟各位讲 这次的降企我选了两个产业 也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前几天的事情 包括重播的各位你们也看了一天了 对不对 我说我选择了银件还有那个电动车 那电动车我也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斩流二级体 那斩流二级体的领军者是谁 那当然是3675的德威 今天的德威我们看一下 我德威什么时候买的 各位 9月19号 9月19号 请挂268.5 我限价哦 268.5买进3675德威哦 这个是9月19号哦 在这里哦 各位 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 再看一些其他的 好 这个是9月20号 我们往上面看 往上面看 好 随便一个 台股虽拉回 但足底未接的电动车 仍有上涨空间哦 续报 我现在会员手上股票 电动车 我也不会在节目 说一套做一套 不会 所以我怎么做 我就跟各位讲 因为我觉得说 反正我也要跟我的会员 做一个说明报告嘛 那各位你们听到了 那就一起做好了 那请问 各位现在看到的IC设计 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 那个AI 有多少跟现在的车电 有绝对关系的 我这样讲知道吗 最多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为什么我这一次 我会选电动车 各位 这个就我是专业的 那 整六级的德尾有没有错 9月49号买有没有错 没有哦 看这里哦 这个地方在主底哦 这个地方在主底哦 各位 从头到尾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高点哦 打到8月5号 做反弹 再做拉回的动作 这个地方在做一个主底的动作哦 那 以这个地方来讲 各位只要看到 这根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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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敢买吗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答案 对不对 因为你会担心 又来一根黑K嘛 又来一根黑K 就跌破了前面的黑K了嘛 各位 不是这样看的 这是9月19号的德尾 请问我的位阶买的 对不对 是不是在底部 然后一路上来 268.5 今天多少 今天297 268.5 297 30元 这样子就赚30块 那包括9月10号到现在 今天9月25号 立佳这不用算了 25天 25天 光9月10号那个利润 跟现在的这个利润 各位 都超过两成了 都超过两成了 知道吗 所以说各位 如果说今天 你认为 你没有一个老师 可以带着你 在一个主体的底部 去买进股票 或者是说 当可以做一个空方获利的时候 各位 加入我的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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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 应该下半年怎么赚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MING PAO CANADA 就是